聊到天水马拉套 哦不是天水江博曰 少年江维为什么养死士 少年江维为什么不休不一之夜 天水江维与那个和马超是死敌的江戌是一家人吗 天水太守马尊为什么不信任江维 信马的与天水江梁尹三家又有什么爱恨情仇 蜀汉如果占领天水 真的能与地方豪强和平共处吗 会不会重走马超拜文的老路呢 好咱们今天就站在天水五家族 梁江梁赵尹的角度 来看看阶庭之战 这里是超一颗干货连载三国蜀汉传的第124集 天水水很深 有人说了啥天水五大姓 我没兴趣我不认识 很厉害吗 江子牙认识吗 隋阳帝认识吗 赵匡英认识吗 梁启超认识吗 可能就隐习你不认识 据说他们就属于天水五大姓 注意隋阳帝家族说自己是红农阳士 那个大概率是蹭的 回到三国 212年天水军之所继承的将为刚十周岁 此时马超率领胡人大军正在猛烈进攻继承 经过八个月的攻击 马超军入城 杀了梁州刺史和天水太守 天水人心惶惶 世俗生存法的第一条 士族必须控制自己加强的军阀合作 按道理 流水的军阀铁打了士族 天水五姓氏 杨江梁赵尹 为了生存发展 必须和马超合作 曹操的梁州刺史天水太守 活着的时候 五大姓和曹家人合作 现在马超来了 和马超合作 天经地义 没有毛病 但问题是 马超率领的是祝荣渠帅 也就是胡人军团 胡人军团入城后 那是那啥那啥 肆无忌惮呀 如果十岁的江维被胡人屠了 那江维传到此结束了 哦不对 那就没有江维传了 面对胡人的这些操作 这无法合作呀 江维粉说了 那完了 江维的十岁生日宴肯定泡汤了 大哥 这不是重点 关键的问题是天水五姓 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所以天水五大姓定下计划 他们以梁州刺史救部的身份 投靠马超 看 这一步也是救了江维 如果天水江家 直接明面上反抗马超 那江家也就没了 江维也就没了 江维传也就结束了 但注意 天水五家是在假议投靠 他们暗中定下计划 要赶走马超 赶走马超带来的胡人们 这个计划 内部打的口号是 为梁州刺史报仇 这就是个口号 然后杨坚家族 江子牙家族 梁启超家族 赵匡应家族 隐喜家族就忙活起来了 隐喜家族和赵匡应家族 去守齐山 杨坚家族和江子牙家族 在外起兵造反 马超去打杨家和江家 马超一出城 结果梁启超家族 把城门一关 马超回不去了 而且杀掉了 马超的敌夫人和敌张子 马超去打杨坚家族 和江子牙家族 没打过 只能逃走 去找张鲁借兵 杀回来 来到了齐山军事城堡 但是齐山军事城堡里面 有银喜家族和赵匡应家族守的呀 马超打不动啊 尤其是赵匡应家族的组长 叫赵昂 他老婆叫王毅 对 就是那个王毅 这两口子研究了 九条计谋 对付马超 马超打不下来 此时 夏侯渊君的张和步到了 马超只能退兵 马超非常愤怒 杀了手里的人质 也就是赵昂和王毅的儿子 叫赵月 被马超干掉了 马超杀完王毅的儿子 谢分后无路可走 只有去投靠刘备 这里很凶险 如果王毅两口子没挡住马超 马超杀回来报仇 那天水五家族就都没了 姜维赚也没了 如果不是王毅 姜维赚又提前结束了 所以姜维应该感谢王毅 不光姜维 杨坚 赵匡应 梁启超 都应该感谢王毅 好 五家族联手 成功的赶走了马超和他的胡人军团 天水又恢复了安宁 五家族里面的杨坚家族 还因此升官了 变成了金官 最后升到九卿 朝廷里有了九卿的自己人 那天水五家族的日子过得爽了 少年姜维又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位说了 这跟姜维有啥关系 姜维又沾不到光 非也 现在杨坚家族和姜贼家族是联姻关系 杨家家族杨府和姜家家族 姜绪是表兄弟关系 杨江两家是天水顶流 姜维作为天水顶流家族的一员 当然沾光了 所以姜维成年后 直接当劳努 直接当了天水顶参军 有人说了 姜维能当官 是因为他爸是英雄 他爸战死沙场 朝廷可怜 让姜维直接沾了光 和那个坑害马超的坏蛋 姜绪没有关系 确实在官方逻辑里面 姜维能当官 是因为他爹 但梁州战乱不断 郑王的英雄多了去了 每个郑王英雄的儿子 都有这待遇吗 都能直接天水参军吗 当然不可能 其实真实逻辑是 因为姜家是天水顶流家族 这位说了 就算如此 姜维小时候的日子 过得也老惨了 父亲去世了 姜维和母亲长大 贫困潦倒 相依为命 哪来的什么快乐幸福可言 看谁料 三国志卷四十四 鼠书十四 讲碗废一 姜维传 裴松之引用父子记载 为人 好利公民 阴阳死士 不休 不一之夜 不休不一之夜 就是不干庶民的工作 说明此时姜维还没有当官 他没当官之前 不做庶民的工作 就是不种地 不经商 都不干 干嘛呢 阴养死士 偷偷的养死士 注意这个养字 和母亲穷困潦倒过日子的少年 能养得起死士 注意这个阴子 是暗地里偷偷的 不能见光的 不能让官司知道的 一个和母亲穷困潦倒过日子的少年 是这种剧本吗 能是吗 为啥呀 因为他是天水姜家 是天水数一数二的家族 因为姜家和杨家是联姻 因为杨家现在已经当金官了 所以姜家能养得起死士 能敢养死士 马超跑了 投靠刘备去了 也许天水五家族很担心 马超会借用刘备的军队卷土重来 但结果没有 刘备把马超派到荆州当邻居租了 一晃 到了218年 将为16岁了 这一年 马超带着大军来到了梁州五都郡 这里是天水郡的隔壁 不知道此时的天水五家族 做何感想 会不会瑟瑟发抖 如果马超突破了五都郡 杀到天水 会不会涂光天水五家族 为他的敌夫人嫡子报仇 更可怕的是 马超一到五都郡 五都的敌人 雷氏家族 一万多人响应马超 这样看来天水人凶多吉少了 好在五都的曹家将领 曹修给力 识破了张飞的计谋 马超和张飞退走 化解了危机 当然 我个人猜测 在这种生死关头 天水五家族 应该会支援林郡的曹军 因为那是他们最后的盾牌 曹空曹修如果战败了 天水五家族人头不保 将为传又提前结束了 又能说了 你的猜测有啥证据吗 有 证据就是曹洪击败了张飞跟马超过后 开庆功宴 天水五家族里面 杨家家主杨甫 就在宴会现场 而且杨甫当时就是五都太守 所以能证明天水五家族 应该是出力了吧 发现没有 江维能活到这里不容易 江维的16岁 终于在有金无闲里度过了 那马超会不会再次卷土重来呢 没有 之后刘备再也没用过马超 马超的职业生涯到此结束 四年后江维二十周岁 马超去世 天水五家族终于不用再担心马超的报仇了 一年后江维二十一岁 刘备脱姑把兵权给了李延 让李延驻守在永安 这明显是让李延带的中军对付东吴 天水人彻底放心了 国然如此 和平的日子一转眼又过去了五年 到了227年 诸葛亮率领大军到了汉中 只要大军向西北方向进发 就会来进攻天水 这引发了天水人的猜想 诸葛亮真的会来打我们吗 结果相反 诸葛亮的军队向东北方向前进 走击鼓 这是冲着长安方向去的 诸葛亮是要打长安 所有人都明白了 曹魏的西部大统帅曹征 立刻率军去阻挡 但结果呢 大家都知道 诸葛亮玩了一招深东击西 表面上攻击长安方向 其实暗中大军向西部进发 攻击齐山堡 目的是打天水 历史冲延了 这和15年前一模一样 那个时候 马超也是从汉中出兵 攻击齐山堡 目标是天水 但不一样的是 当时的齐山堡 有赵安和王毅守卫 能挡住马超 令马超不能直接去打天水 但15年后 尹家赵家都不在这了 此时守卫齐山堡的将领叫高刚 魏略记载 朗师高刚守齐山 坐不专意 虽忠得权 诸葛亮没有立刻攻下高刚 守卫的齐山堡 高刚也无法阻止诸葛亮前进 诸葛亮直接冲着天水下去 注意诸葛亮和马超不一样 马超因为被赵昂王毅缠住 他无法直奔天水 但高刚缠不住诸葛亮 诸葛亮走了 这个齐山堡 就是一个军事堡垒 和凡城差不多 没有百姓 只有军队 他卡在诸葛亮 往天水的道路的边上 如果你不理他 他能切断你的补给线 蜀汉的军队就无法从汉中 去增援补给天水的诸葛亮 所以你不能不理他 但这个堡垒一手难攻 打他贼费劲 是个吃亏的买卖 所以最划算的做法 就是大军继续走 不理他 留下部分军队 堵在他门口 我也不打你 打你我亏 我就堵着你 你想出门切断我的补给线 没门 有人说了 那马超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马超的情况和诸葛亮能一样吗 马超当时是失事的军阀 借张鲁的兵 你还能指望张鲁能源源不断的 给马超当奶妈吗 张鲁欠马超的呀 诸葛亮不一样 那汉中的军队 必须源源不断的给诸葛亮当奶妈 敢不当奶妈 反了你了 所以守护骑山的高刚 虽然没有被强攻 但心里也打鼓呀 像这样堵住我 不把我饿死了吗 所以他也在纠结 要不要投降 意志动摇 结果最后 他还没投降呢 诸葛亮先失败了 撤走了 他不用投降了 不过这事朝廷没放过他 他还是被治罪了 这是后话 眼下诸葛亮大军 已经到了天水郡方向了 史书记载 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的人叛乱 响应诸葛亮 曹魏举国震惊 现在诸葛亮已经走到西线了 后人认为诸葛亮本人 只走到这里 因为最后诸葛亮撤兵的时候 是截略了一千户西线的百姓 如果诸葛亮本人到了天水继承 他应该截略天水郡的百姓 但事实上诸葛亮没有 他只截略了西线的 推理为诸葛亮本人一直在西线 有人说了 诸葛亮为什么不往前走呢 他为什么本人不去占领天水继承呢 他为什么本人不去守接庭呢 首先诸葛亮是大统帅 大统帅的任务是指挥 不是赌门 其次就是因为大统帅的任务是指挥 所以他要坐镇在一个相对中心的位置 距离各处都不能太远 都差不多 看地图 诸葛亮军队分为四个方向 一路往西北方向的南安郡去 一路往北方的天水郡去 一路往东北的上归去 一路往向西的接亭和柳城去 四个方向五处战场 同时诸葛亮背后距离他最近的 就是齐山堡 这是重中之重 这位说了 齐山堡有啥好怕的 不是派人堵住门了吗 对方又出不来 非也 诸葛亮非常慎重 万一齐山堡里的高刚暴击了呢 把堵门的干趴下了呢 然后高刚把路一堵到时候蜀军想撤回 汉中都回不来 全部被包饺子了 所以诸葛亮本人带的大军 一定要待在距离齐山堡最近的西线 一旦高刚暴击了局面变化了 诸葛亮能以最快的速度去增援 好 现在几处用兵了 齐山堡 南安郡 天水郡继城 上规 接亭 柳城 还有东线的赵云 邓之在击鼓 已经七处战场了 除了赵云那一处 诸葛亮坐正西线距离六处战场都比较适中 所以我个人认为 诸葛亮要指挥各处战场 所以他选择本人坐正西线这个地方是没有毛病的 是正确的选择 但问题是 诸葛亮从来没有与曹蔚的正规军交过手 一上来就指挥六处战场 是不是太冒险了 顾及的过来吗 这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的核心原因 战场太多 摊子扑得太大 我们回归本级的主角 天水郡五家族 诸葛亮大军来进攻 实料说南安天水安定三郡 纷纷叛变曹蔚 支持诸葛亮 那么问题来了 天水郡到底是谁在叛变曹蔚 谁在支持诸葛亮 这位说了很明显呀 太守呀 这些太守一开始没准备 以为诸葛亮打长安呢 结果诸葛亮突然打齐山了 他们害怕了 直接投降了呗 还真不是 此时此刻 天水太守马敦 正跟着雍州刺史郭怀 在外巡查 突然听说诸葛亮在打齐山 吓坏了 郭怀马敦就立刻往上规城里逃 这位说了 好奇怪呀 诸葛亮还没到呢 他们为什么不逃进天水郡继城呢 那是大城呀 你往上规逃啥呀 防御诸葛亮不是应该选择大城吗 难道小城比大城防御率强吗 你里面的人口粮食都没有大城的多呀 这是为啥 史书里的天水太守 马敦给出了答案 史书里江维对马敦说 太守你应该回天水继城呀 马敦对江维等人说 原话 亲助人恶附回 皆贼也 是不是脑瓜的温温呢 江维为什么会在马敦身边 马敦为什么会说江维等人都是贼 这个等人是谁 其实是这样的 马敦跟着刺史郭怀巡查的时候 他身边带了几个小弟 都是谁呢 公曹梁绪 公曹梁绪 公曹银傻 主祭梁钱 参军将为 公曹和主祭姓梁 主部姓尹 参军姓江 是不是有点熟悉的感觉呢 梁启超家族 银喜家族 江子牙家族 一个姓马的说你们都是贼 好家伙 历史又重演了 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 十五年前是杨江梁赵尹 五家族坑姓马的 十五年后姓马的说 江梁尹等人是贼 好神奇的历史啊 有人说了 这些人是同一个人吧 当然不是 十五年前 马超面对的江家人是江旭 十五年后 马尊面对的江家人是江为 十五年前梁家人是梁宽 十五年后梁家人是梁旭和梁钱 十五年前 尹家人是尹份 十五年后 尹家人是尹赏 还是天水城 还是这些姓氏 其实还没完 不仅仅是这两批人 在三年后 二百三十一年 曹征去世后 西部各家族联合 弄了一个记录曹征功劳的碑 这个碑今天还在 这碑上各家都有名单 其中天水郡有六个人 这六个人里面 有一个姓姜的叫姜赵 是个主部 有一个姓梁的叫梁苗 是从事 有一个姓尹的叫尹脸 是郎中 还有一个姓赵的 由于碑文内容缺失 不知道叫啥 身份是下辩县长 三组官员名单 各不相同 但在天水当官的 搞来搞去 还是这几个家族 当时马尊听说 天水军要叛变 要投诸葛亮 换你是马尊 你认为是谁要投降 那不就是天水军的 几个家族的人要投降吗 马尊再一看 自己带出来的四个为首的人 两个姓梁 一个姓尹 一个姓姜 这不妥妥的反贼吗 马尊果断 把他们认定为是敌军 马尊跟着郭怀 逃进了上归城 防御起来 等待祖国朗来进攻 这下梁颖江 四个人杀眼了 怎么办 我们也不是反贼呀 四个人就也往上归跑 跑到城下 已经是晚上了 城门关的 进不去 四人一想 要么回家吧 就往天水军城跑 接下来 城寿写的三国志和裴松之引用的魏略 记载不一样 城寿写的是 江维四人跑到了天水冀城 结果城里的人关着门 不给他们开门 城寿没有写原因 就写关着门 不给进 江维四人无路可去 只能去投靠敌军 诸葛亮 魏略的记载是说 江维是跟一个姓上官的官员 一起回城的 那两个姓梁的 一个姓尹的 没有了 变成姓上官的了 说此时继承的人 都已经心向诸葛亮了 已经换旗子了 现在这里是蜀汉的地盘了 江维和上官回去过后 城里面的官吏和百姓 都劝他们两个主动去投诸葛亮 于是两人就去了 见到诸葛亮后 诸葛亮很欣赏江维 结果由于马素战败了太快 诸葛亮只能带着江维退到了汉中 而此时朝贝的军队 重新占领了天水继承 此时江维的母亲老婆孩子 都在继承里 但继承已经被曹军占领了 没办法了 所以江维从此以后 就跟他们分开了 裴松兹特意说 这个记载和陈寿写的不一样 那这两个记载 哪个写的对呢 众说纷纭 不过在陈寿的史料里面 那两个姓梁的 一个姓尹的 到了蜀汉还当官了 梁旭官至大红卢九卿啊 银赏执金玉还是九卿 梁浅大长秋 他们都在蜀汉灭亡前去世的 陈寿说的有鼻子有眼 当然也有人说了 这不能证明魏略这段就是假的 魏略说江维和姓上官的 一起去投靠诸葛亮 又没有说两个姓梁的 一个姓尹的没去啊 只是魏略觉得这三人不重要 没写他们阿姨 其实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 天水城里到底是谁要投诸葛亮 是那五个家族吗 第二 蜀军有没有占领天水 如果占领了 五个家族投降了 如果投降了 还建议江维去投靠诸葛亮 那曹魏重新占领天水过后 为什么没有治罪五个家族 我为什么说会治罪呢 因为魏民帝曹瑞 对接庭战役进行了问责 高刚在祁山态度不坚定 被问责 天水太守马尊丢弃天水 被问责重刑 南安太守丢弃南安逃亡 被问责重刑 在这种局面下 如果当时天水五家族被判了 为什么没被问责呢 而且三年后 在曹真的碑上 天水人名单里面 当官的还是五家族的人 这不是很奇怪吗 就算是天水城里的五家族 没被判 那江维和那两个姓梁的 一个姓尹的 他们投了鼠汗是事实吧 曹瑞好像也没有对江家梁家 引家问责 关于这些后人有很多解读 说一种啊 认为诸葛亮大军来到的时候 城里的五家族是打算投降诸葛亮的 因为刺史太守都跑了 守不住了 提前投降是明智的 江维四人跟着太守这边 战队不明 他们来叫门 叫开门 如果这是太守的计谋呢 如果是让四人炸开城门呢 所以城里坚决不开门 但由于诸葛亮战败了 发展的方向逆转了 原本打算投诸葛亮的城里人 现在不用投了 他们还是曹瑞的人 原本没打算投诸葛亮的江维四人 由于走投无路 只能投了诸葛亮 所以A可能 诸葛亮军压根没有占领天水继城 所以城里的五家族 并没有真的有机会向诸葛亮投降 曹瑞问责 你问责啥呢 那也没想 问不出啥来 必可能诸葛亮军彻底占领了天水继城 城里的五家族全部向诸葛亮军投降了 然后诸葛亮军撤退后 如果曹瑞问责 他们可以说 我们和当年对付马超一样呀 我们只是假意投降 实则打算用计谋对付蜀汉呢 只是诸葛亮败的太快了呀 那你曹瑞也没啥办法 再加上对于主公来说 对地头蛇永远不是轻易好弄的 所以整体看下来 天水城里的五家族 其实无论哪种选择 对他们都很有利 无论是蜀汉银还是曹瑞银 都伤不到他们 唯一需要牺牲掉的 就是姜维和那两个姓梁的 一个姓尹的 因为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什么立场 无法判断 只能牺牲掉 也正是因为五家族的这一种 立于不败之地的抉择 彻底改变了26周岁的姜维一生的命运 本期地图 由我的好友成长老师创作